今天賣點排骨 家人們20塊錢一斤 我這個是一斤半30塊錢 我要做一個糖醋排骨 本來做糖醋排骨的話 應該是買筋類排 但是我看了好幾家肉店 都只有這樣的排骨 那沒辦法就這樣了吧 回家我把它挑選一下 把好看的類排骨挑出來 今天那個骨頭多了幾塊雞骨 明天還能熬個湯什麼的 先把它燒一下水 然後用熱水沖洗沖洗 倒一點生薑還有小蔥 材料準備好之後 咱們就起鍋燒油 有少放一點就可以 然後放糖 本來應該是用冰糖 但是我家冰糖用完了 就用那個白砂糖好了 反正都是糖嘛 然後用鍋散巴拉巴拉的糖融化 話說這個糖應該弄到什麼程度 我都沒有做過糖醋排骨 這樣可以了嗎 怎麼感覺有點糊 下鍋下鍋 我怎麼感覺有點不好的預感呢 給它翻幾下翻幾下 這個顏色還可以嗎 我感覺有那種糖醋的樣子了 給它加點生醬 樹葉和八角 繼續翻炒 好 既然是糖醋排骨 肯定少不要醋 所以我先給它來點醋 然後加點生抽 老抽也來幾滴 加這個 這個顏色就會更深一些 是吧 這樣顏色就好看一點嘛 那那那那 果然是好看多了 差不多的就加水 這個水多放一點 因為我準備把它煮爛一點 好 蓋上鍋蓋 我這邊煮了四十分鐘 開 給它雞一下看看 看到爛了沒有啊 雞倒是雞得動 不過不是很爛哈 這都甩不掉哈 看來還得煮一會 這個時候加點鹽 然後這個大料的話 看著煮了這麼久了也不用了哈 把它夾出來扔掉吧 看著有點不順眼了 夾出來夾出來 繼續蓋蓋 然後再煮 又煮了十分鐘 再開 再雞一下看看 雞一下 這下應該很爛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再給它加點糖 這個湯汁還有不少 開大火 給它收一下汁 這怎麼有塊骨頭掉出來了 哎呀 煮這時間太久了 損失損失啊 排骨骨頭掉了 它不變成豬肉了嗎 算了算了 給它丟掉好了 然後這個生薑 我也給它夾出來哈 夾出來一起丟掉 這樣就好看一些 湯汁收了差不多了 再來放一邊 醋 然後起鍋 省起來省起來 啥點小蔥點這一下 看著還真像那麼個樣子哈 我第一次做的還挺漂亮的嘛 嘗一塊看看 怎麼放在嘴裡有點發苦的感覺 我的天哪 這個排骨還是很爛的 怎麼有點發苦 是不是因為我那個糖之前熬糊了呀 還是說有什麼其他原因呢 不過多嚼幾下的話 這個味道還可以 畢竟這個排骨這麼軟了 那我今天做的這個糖醋排骨 是哪裡出問題的呢 家人們